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 在萬眾矚目當中 總統拜登壓軸登場 他在演講當中 就鼓勵民眾支持副總統哈利斯 稱美國不容忍政治暴力 但我當時的知識 從我的心中的知識 美國在美國為政治暴力 沒有任何地方 你只能說你愛你的國家 你只能贏 拜登在登場的時候 與剛結束演講的女兒 阿什莉·拜登擁抱 歡呼聲不絕於耳 拜登幾度動容向台下致謝 拜登在演講當中 首先感謝福爾基爾·拜登 對自己的支持 之後表示 如果選民想要一個自由民主的美國 那就要準備好將選票 投給副總統哈利斯 及其副手沃爾茲